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这个加薪指数在近期能够拉回 为什么 因为你从今天的盘式里面 你可以看到早上一开盘的时候 这个量非常大 但是量大并没有怎么样 往上攻 那尾盘的部分 为了要站上万点 这个地方的量也开始放大 但是目前为止的加薪指数 我认为在高档区 我认为在高档区 这个地方震荡整理也好 拉回修正也好 我认为目前为止 就是要寻找一个所谓族群 跟所谓的个股表现 当然我是非常看好 所谓的电子股 那电子股目前为止 你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还是走向多头 但是有更好的选择 在所谓的生计的族群 生计的族群目前为止打底 如果成功的话 在这个地方 它是有机会 有机会 那原无料 现在已经开始反弹了 你看到钢铁的族群 原无料族群 已经开始反弹了 贵买指数的 来 贵买指数的 来 这个地方 它这个地方会不会形成所谓的支撑 会不会形成所谓的支撑 还是属于个股表现 我相信在在的都考验到投资人 你们对于大盘一个结构的一个了解 但是请你注意到 来 你后面要操作的股票 来 这个地方 有没有什么新的题材的股票 有没有什么样新的股票 新的题材加上新的股票 它有机会大涨 那如果说有股票 会在第一发动点 由一名老师派人 专人通知你的话 我认为你的胜算 我认为你的胜算 应该会比较大 那你现在要注意的股票 是出身段的 还是主身段的 还是属于个末身段的 都不是 还是说你现在认为涨完了 你要去做出个放空的动作 这个都不是一个成功的模式 趋势是偏向多方的 你就要看到目前为止在低档区 低档区的股票 有没有什么所谓整理形态的 我相信低档区的股票 买点有三个 第一个 它叫做相对的低点 比如说 三个月的低点 半年的低点 两三年的一个大底 这是属于一个 所谓的相对性的一个低点 第二个点 它叫做技术性 落转强的 所谓的技术上面的一个买点 第三个 多头轨道里面 它是属于一个 拉回修正的一个买点 这三个买点是最安全的 是最安全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开始 跟各位讲到这个问题 第二季有标马股 好 五月跟六月目前为止就剩两个月 那五六月 大概目前为止的话 大概还有接近四十个交易日 大概三十几个啦 不到四十啦 那这四十个交易日你要做什么动作 你要寻找标马股嘛 但是老师跟你讲过的 这个标马股 它一定是在低档区产生的 它绝对不是在高档区让你找到的 所以说我们这份资料 我们这份资料专门提供标马股 但是你要记得 你不要认为说这份资料看起来 跟一般的资料 应该都一样 不一样哦 这档股票是景气循环 我们的景气循环啊 你要看到这档股票叫指标股啊 它后面还有没有机会大涨 这是属于一个景气循环的 那如果说你现在跟中国大陆的一个商机 商机要涌现的话 这档股票有没有爆发性的大涨哦 我不是跟你讲说小涨哦 是大涨哦 那新题材的 新题材的 有特殊题材的这档股票 有没有机会成为标马股 我认为这档股票的话 稳定性比较高 它是属于一个波段的 所以说五月份 五月份包含第二季 高价股的部分 我们帮各位选择三档股票 如果说你们对于 这三档股票有兴趣的 只要做一个动作 跟上我们的脚步 但是你这份资料可以先拿回家 拿回家以后你可以看一下 指标股爆发股 包含波段股到底是哪三档股票 你对哪一档股票你最有兴趣 你对哪一档股票你最有兴趣 你跟我们助理来做出个联络 我们会在第一发动点 我们会通知你哦 那一鸣老师既然说 这个生计股 生计股最有机会嘛 你看到这个高档去往下修正 目前为止出现止跌讯号了 如果这个地方打底完成 我认为在这个地方 会出现关键性的买点 所以说你现在 你可能要布局什么 生计股对不对 那很多人认为说老师 我就买这么多档股票 我就买一档股票了 有没有那个比较标的 有没有那个打底完成的 业绩又好了 股价在低档区的 最好在这个礼拜 它会发动 它不只会发动 它会来创破断新高 甚至有机会拉到涨停板 老师从这么多档生计股票里面 就找到唯一的一档 来 我们先看到这档股票的纪录线形 纪录线形它是所谓的高档修正 那修正目前为止双底成型 这个底并没有破前低 没有破前低 但是很奇怪 为什么外资一直在这个地方 来进行买超的动作 外资就喜欢买在低档区 很奇怪 我这边给你写到 外资是站在买超的 老师基本面 毛利率 盈利率非常好 你看得懂吧 80% 盈利率多少 接近三成 股东报酬率多少 接近20% 哇 这个股票 的确是一档基优股 现金股率10块 它目前为止在 这在低档区 你有机会让它成为一档标马股 你去买了之后 它有机会成为标马股 那你有机会反败为胜吗 那今天这档标马股的 因为名额真的有限 我们不可能说开放太多的名额 我们就限定 标马股的部分 限定三个名额 123 你电话打得越快 你电话打得越快 你直接可以把它带回家 但是发动点 由一鸣老师通知你 好不好 我希望你能够重压 买股票真的是要买在低档区 来 之前跟你讲的可诚 难道高档区是你的 难道高档区你要去追吗 还是在当下的时候 一鸣老师跟你讲的时候 你相信一鸣老师的话 我说跌无可跌的时候 导壮反转 包含业绩题材都没有改变 这种股票才是各位 真的能够赚大钱 在低档区重压 做什么动作 重压 重压以后 来 股价涨了五成 目前为止还在涨 从低档区200多块钱 涨到338块钱 这个里面只有三个月 三个月就可以涨五成 2049上映也是一样 低档区头肩底成型 三线翻红 低档区一样 可以站在买方 可以重压以外 你还可以怎么样 加码 这样股票涨了七成 涨了七成 产业循环的股票 都是低档区的 GIS 赶快 都是低档区 涨了五成涨一倍 涨两倍 都是这种大波段的股票 所以说我现在跟你讲的股票 就是低档区买的嘛 对不对 绝对不是高档区叫你去追啦 那近期以来 你应该会看到这档股票啦 叫逊德啦 代号6438 老师今天还是很强耶 真的嘛 很强嘛 对不对 但是不要追啊 我跟你讲不要追啊 股价就是买在低档区的嘛 低档区的买点 买在这个地方 补量开始供了 然后洪三兵 对不对 到今天创新高 从这个地方 五十一块钱啊 涨到七十一块钱啊 这短线上面涨幅啊 应该超过三成五啦 有没有事先讲 有事先跟你讲一下吗 有啦喔 这句话记得嘛 只能做不能说啊 你有没有去做 你有没有重压 有 恭喜你啦喔 来到股票市场 不是赚一根涨停板啦 也不是赚两根涨停板啦 也不是说老师啊 我就买了之后 它就一直涨啊 短线上面涨幅多少 接近四成啦 买到这种股票的话 你可以做第一次操作嘛 拉回修正 可以做第二次操作 我在节目里面都是事先讲 不会跟你马后炮 不会跟你马后炮 股票操作啊 还要看基本面 来 重压的基本面 营收 每一次的一个 除圈除息表 包含这个业绩啊 公布啊 包含啊 这个产业的一个趋势啊 还有四月份啊 这个营收啊 我相信啊 小辛苦的操作 没什么别的叫门啊 三个要点 第一个基本面好 第二个位阶要够低 第三个筹码面 好 另外一档也是一样 它叫金星科 当然我们完成了 第一次的操作啦 我们完成了第一次操作是成功的啦 为什么要做第一次的操作 为什么 我现在解释一下啦 掌停板啦 有恭喜你啦 第一次的操作不是跟你讲说 老师赚了两根掌停板 我们要累积获利 来 可能你的操作是100万 我们经过第一次操作 能够把你累积到120万 150万 我们准备做第二次的出手 好 这个只是累积获利啦 短线上面涨太多了 一定要做到一个获利了结 那这张股票啊 这张图表应该看很久了 业绩成长性加 国发基金啊 持股啊 16% 4月份的营收成长 来 跟去年同期相比啊 成长了接近啊 250啊 2005 我知道吧 如果说5月6月 包含今年下半年 细制裁的一个授权金也好 它的收入持续的增加 我认为这张股票目前为止 位阶绝对在低档 我把所有的利多或利空的消息 所有的消息面 老师都给你写在这张字卡里面 你现在看到这张字卡 6533的金星科 你看起来可能没有感觉 因为涨幅不大 你后面看起来有没有感觉 请你拭目以待 请你拭目以待 细制裁的 你要注意啊 64位元啊 这个处理器啊 V5的啊 这是属于一个高阶的 不是属于一个低阶的 它未来的成长性是非常大 低档去找买点嘛 老师有带你去高档去追吗 会不会到200块 我不知道啦 我只知道说 200块的你不要买嘛 你到125块你可以买嘛 买了之后涨上去了 第一次跟你公布了 这个买点 第二次哦 注意哦 这个地方整体形态要看量 量能结构出来的话 这张股票 你日后看到的 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那目前为止哦 大盘我希望它拉回 我希望这个大盘拉回 能够让我们的会员上车 我希望你不要看到万点行情 你就害怕了 绝对有拉回让你上车的机会 但是你要买对股票 老师讲过了 买贵买指数的 买低机器的太阳能 包含节能 包含所谓的生机的族群 这个才是我们在所谓的 5月份到6月份 第二季操作的一个重点 那注意了 新的题材新的股票 发动点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点 来通知各位 你现在要找到股票 是整理形态的啦 是在低档区的啦 我们现在开放给各位 第二季的标马股 你可以看到这份资料哦 这三档股票都在低档区 任何一档股票 你都有机会反败为胜 但是需要专人通知 但是你今天可以把这份资料 带回家 你今天可以把这份资料 带回家 单股所单的 来手举起来 举高一点 单股所单嘛 老师什么样股票可以单股所单 筹码干净 业绩好 股价在低档区 这档股票三样都区别 老师会不会在这个礼拜发动 会不会在这个礼拜 创新高 甚至拉到涨停板 你放心 如果说这档股票 有拉到涨停板 有创新高 我这个黄贴纸 我会马上打开 给你验证一下 但是麻烦你现在 拿起你的电话 我们有三个名额给你 我们有三个名额 资料会给你 名额只有三个 欢迎跟上我们的脚步 打电话进来 把资料带回家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变大头部 颜分医师 擅长七本命研究 资密完整 拥有二十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蜿蜒与工头 积极败行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深夕大台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物足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代出 集中火力 开始累积绩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义友 变成五 志古转线 02 2781 0909 2781 0909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部分就业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筑每一个环节 带领柜员转动货底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头部 02 2781 0909 02 2781 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涯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终觉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运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最近还是有很多的投资朋友打电话进来 那打电话进来寻求怎么样 寻求帮助 手中的股票什么联谊光 先进光 那种光学镜头的股票近期都是大跌 老师之前跟各位讲过了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股价在高档就不要追 那今天都验证了 那如果说目前为止 你们手中的股票 针对各位手中的股票 如果要换股的话 我希望你能够换到目前为止在低基期的 低基期的股票 我们举两档股票 来 第一档股票缩合好了 太阳能就以这档股票当做个例子 之前股价最高在770块 腰斩是多少 大概350块 350块钱再跌一下好了 跌到250块 老师这个地方真的不会跌吗 你看到这个地方的停损量 这个地方停损量非常大 股价的判断 第一个相对低点 第二个技术面的一个买点 第三个什么 多方轨道 它如果走向多方轨道 这个地方还有买点 哪一个买点赚得最多 相对低点 包含技术面的一个所谓的落转墙的讯号 我现在要跟你验证3691的硕核 在低档区啊 你能不能站在买方 你能不能经过三个月五个月的操作 你有机会成为大赢家 三尼白的联雅也是一样 来 股价对六八戈开始了 来 600块钱腰斩 剩300块 来300块钱跌到200块 老师我跟妳讲 他实行库藏股啊 对 联雅在这个地方实行库藏股啊 他3691的硕核呢 来 他在这个地方 一样跟你说 我要实行库藏股 我要在区间的部分 我要买回来 我买回来的张数 可能在1500张左右 这个地方库藏股啊 联雅啊 现在硕核也跟你讲 我这个地方库藏股啊 库藏股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第一个 他对于空方的一个旋转 第二个 他们对于本身 公司啊 对于本身股价 认为在低档区很委屈 举一档股票好了 说何 今年现金股利15块 目前为止股价合理吗 合理吗 3018的联雅 今年现金股利大概8块钱 目前为止股价合理吗 这两档股票都是当时候啊 太阳能导电将 这个所谓的营收啊 非常好的一档股票 那近期以来 当然有所谓的利空 消息啊 来冲击股价嘛 利空冲击股价 这个地方都是坏消息啊 不会有好消息啦 27这可乘啊 当时候股价在低档区啊 也都是坏消息啊 2049上营也是一样啦 啊 机器人没有用啦 对不对 GIS 营收衰退 它也实行库仓股啊 所以说有时候你的眼光哦 要放远一点 眼光不要放太近 眼光看远一点 这个我们对于太阳能 说何的看法 大概在242左右 应该是这一波的最低点啊 应该啦 我不会跟你讲说 老师买在最低点 不可能 我们会买在相对的低点 那为什么4月12号 我们认为这个地方可以买 啊 为什么买了之后啊 这个技术线啊 出现反弹啊 反弹有时候要站在卖方 短线上面一定要做价差啦 那275块钱 有人认为说 老师没有卖很可惜啊 其实我不这样子觉得啊 我对股票你要看远一点啊 来 库长股嘛 跟你讲库长股咯 空方你要小心哦 政府啊说啊 这个太阳能要降税 整个产业是个大利多啊 对不对 三世纪啊 老师光迁网路有没有机会 这是308A的联影啊 第一档去出现三线翻红 第一档去出现 所谓的三线翻红以后 日K连二红 B型反船里面出现 所谓的库长股的一个效益 之前实行库长股嘛 加营收 在第三季第四季 如果有机会出现一个 所谓双效益啊 股价要适时反应哦 连续三天的一个大涨啊 外资注意 外资的一个动态 我认为光迁网路目前为止在中国大陆啊 它是一个成长性非常高的一个产业啊 所以说这篇报道也稍微看一下 数据中心啊 这个需求旺盛嘛 业绩啊 有机会啦 逐步的去做出一个增长啊 还有包含属于高单价的实际的累积片啊 这个题材都要注意一下 目前为止啊 还是属于一个快速成长的一个格局啦 所以说这张股票当时候啊 这个股价哦 从高档区往下掉到不能再跌的时候啊 哇我好高兴哦 在这个地方啊 终于啊换到我们出手了 对不对 应该出手我们就出手啦 不用怕 应该出手 我们就出手 这个地方就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反败为胜的一个机会啦 小心骨的操作哦 你要跟上专业 我们之前跟你讲台新啊 低档区的台新占满方啊 震荡一天嘛 拉回不要怕 这张股票有人抱不住啊 真的啊 两根抱不住 到第三根一样 老师啊 啊怎么办 涨上去还问我怎么办 这边有没有写的很清楚啊 有没有写的很清楚 公开的哦 你看 老师反弹又往上涨了 对 那你现在要注意的是什么 生计股啊 生计股我们之前操作过 哪几档股票 来看一下顺耀 顺耀 低档区的顺耀 看准了以后再出手嘛 要不要出手 有没有赚钱 这叫累积获利啊 当拉回修正你之后 这个才是重点啊 看到什么样的讯号 内棍三红啊 低档拇指啊 红可以做突破啊 我相信有公开跟你验证啊 后面的简讯内容 我就不会在节目里面秀了 我讲过了 这是顺耀的部分 耀滑耀也是一样 我没有带你去追嘛 我带你低档去布局嘛 我们也公开跟你做出一个操作嘛 新耀的商机啊 你要看到这档股票哦 要在目前为止啊 在欧盟哦 你要记得哦 那之前啊去买号顶的 哇 跌惨了 但是你在低档去看到讯号 你一样有办法赚到钱 那后面的话 我们就是把重心放在低位阶的 放在所谓的生技族群 我先讲哦 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哦 这个机会你要好好把握 不要认为说万点行情已经来了 已经没有行情了 我希望这个大盘能够拉回 我希望这个大盘能够震荡整理 类股方面可以开始轮动 但是我们要买的 要布局的就是第二季 目前为止在低位阶的股票 我们绝对不会去做出个最高的动作 你如果说相信一鸣老师的话 你必须要认同哦 新提材新股票 来会在第一发动点来通知各位 目前为止买的就是属于一个低位阶的 低位阶的股票我们才会去买嘛 好那现在有两份重要资料 来第一份资料注意哦 高价股这三档股票 低档区老师会带你去买 老师会带你去布局 如果说你要单股所单的 你不要客气哦 我们今天开放三个名额 这三个名额非常难得 老师亲自打电话 低位阶的 不是属于高位阶的 业绩财报好目前为止 等着你来买 等着你来中央 好记得哦三个名额 今天开放给各位三合一 三合一168 单股所单的资料 麻烦你打电话进来索取 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平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资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资 严分医师擅长七本命研究 资密完整 共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万点与空投 积极贩康公司 透视七本命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深入大量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物足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代出 集中火力 开始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利友 并且鼓制鼓中线 0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并拿投资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小王啊 你也学学居直来直往 有话快讲吧 好了 爷爷 新的健康食品 要不要参考一下 如果买了后悔 怎么办呢 放心 访问买卖又不像过河竹子 不能回头 买了七天内都可以退 就算拆封也没问题 哦 嗯 爷爷 好不好嘛 哎 将军 仔细考虑就退了 访问买卖要注意 银法族聪明够 孩子的未来是什么模样 如果没有计职教育 我应该要注意 好 对